手游酷玩 不想中途参战 我个人觉得比较麻烦 因为 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突然从中间插路的话 对面很可能两个人给你夹在中间 然后直接给你秒了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吧 我也是推荐大家 如果说你是没看到对方两个人 就先躲着 等大家决定胜伏之后 利用侦察技能 去看清附近有没有 到底有多少敌人 但是侦察这个东西有一定范围 到底是能不能蒙中 也是看大家自己了 第二个呢 就是我个人的另外一个看法 其实我自己玩这个亮头弓 也有很长时间了嘛 然后遇到这个人也比较多 每次中途参战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我看上他俩了 我也看上他俩在打架了 那这时候打谁 有一个小学问 就是你需要打的人 肯定是他俩当中比较占有的这个人 因为他在他俩对军当中 比较占有的这个人 其实接下来很可能会活下来 那这时候你中途参加去打的的话 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大的一个麻烦 那这个麻烦 对于你来讲 可能说 这个体现的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对于眼界来说 可能是非常难受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会被你的这个 所有的计划所打乱 所以说 大家在玩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式方法 有一定策略的 不要说比较盲目 之前也是遇到很多人说 这个 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玩 反正也打不过 然后还有这个 有很多我加了好友这个 朋友们也是说 这个 每次打人都贼费劲 然后感觉这个对面伤害比我高那些 明明我和我看他和别人对拼之后 我才出的手 但是他依然是直接给我带走了 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大家找错了你出手的一个目标 你不要去找那些就是说句暴听的就是你肯定打不过人去出手 你要找到的这个出手的人肯定是你百分之百能打过的 所以说选择的一个问题很重要 其次呢就是我在玩这个游戏这么长时间以来 遇到的最尴尬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经常会有碰瓷的 就是我打到一半然后他突然冲出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冲出来干啥 然后直接就死了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也做不到面面俱到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俩打架打一半 然后有个人突然冲上来 其实也挺麻烦的 遇到这种情况呢 其实如果说是你在打架 然后别人突然冲出来 首先第一点先走 你不要说去 我去跟自己的一个对手去打他了 什么对手的这个对手就是队友 这种话有点扯 我说一句实话 你就是这时候就赶紧走 这个明哲暴审就完了 因为这时候其实很麻烦的一个事 就是他会不会突然把这个目标转向你 谁也不知道 他要是突然这个给了你两枪 然后对手再给你两枪你就死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大家要比较冷静的去判断 你不要因为说我中途架路了 然后他俩肯定之前打过一架 我就感觉他俩我都能打我 其实不是 有的时候你看着枪声很猛 但其实两个人的叔叔呢是没有什么 比较实际的一个效果的 现在我也是看到山上那个人 然后也是不断在点的 这时候呢他其实应该是躲在树后了 然后先稍微换一身子弹 现在呢也是直接把树打烂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就是他自身的一个问题 我说了很多次在视频当中 树是不能当作连体的 但是我现在也是被打了 然后我也没太明白到底是谁打的我 现在去捡一下这个空头之后 也是感觉没有人在打我 然后我现在 什么情况 我这人好准啊 我火力鸟一枪给我干死了 狠兄弟 那本期视频到底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们收看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